文化 生活 艺术 文艺生活光 和牛克思艺术馆的馆长舒建华 来和我们一起探导一下 刚才讲到是美国历史上的美术馆的发展 你讲到是那时候 钢铁大亨一下子投资发展起来的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是新出来的一个美术馆的高照 就是石油大亨的钱 最有名的就是洛杉矶的保罗盖地 保罗盖地是美国第一个比例链 也是建造了盖地中心的主人 后来在东部有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莫 他建了画廊 所以当时的石油的钱 对美国的博物馆的建设起了很大的 其实照你那么说 这些大亨 他们还是对艺术有一些理解 向往 才会去支持艺术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钱的人太多了 那么我们想 如果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的话 一般是五十年左右 大概一个新钱 它就要变成老钱 接着美国人讲的是 new money跟old money 那么老钱的一个标志 一个就是艺术品 另外一个对生活的 这个品位的追求 那所以我们按照这五十年的 这个发展规律来讲 那么我们这个硅谷是 1958年算起的话 今年刚好是五十年 因为58年 08年正好是 58年因为这亨诺表讲的 半导体制服 小克力到了这里来办 所以我想 我们可以预见 未来的这个 在美国艺术品进来的钱 应该是高科技的 投资进来的钱 那我们硅谷是 这个高科技的首都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出现 这个世界级的美术馆 我这一点我觉得 还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想的话 这个正在看电视的 我们高科技的这些人士 尤其成功人士 不妨把这个书馆长的话呢 掂量一下 也许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不只是为自己 也是为子孙万代 为这个硅谷地区的 这个艺术做一点贡献 那在硅谷 现在有哪一些 这个比较有影响力的 艺术家呢 如果从美国艺术家来说 也有很有名的 在硅谷的 Guel Lawyer那里 美国最有名的 那个宗教化的 他们是品牌 当然就很有名的 在这 那么在我们 我比较熟悉的 中国艺术家 我们现在在我们这里 住过的 如果从南边 牛克思 没有 从南边算起的话 第一个应该是张大千 张大千 他在卡梅奥那里 住过将近十年 他在湾区 留下了大量的作品 然后第二个 你看前辈画家 像郑月波 张大千的好朋友 王几千在这里 有很多活动 但是他能主要在纽约 然后有去年 刚刚去世的傅娟夫 都是非常前辈的画家 然后还有我们新出来的 像牛克思 中国石雕大师 另外还有一些 台湾著名的雕塑家 杨英峰 他最后一次回顾展 也就在我们这一带做的 他也留下了很多作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硅谷这个地方 从这个中国的 很多艺术大师 他们在这里都很 留下了 很深的活动过 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 那么这些作品 都是散落在 不同的收藏家手里 或者也有的在机构手里 那么如果有这个 好的像样的美术博物馆 可以集中的 不停不断的展出 他们的作品 我想在这里提升 我们中国艺术品的 这个教育的水准 跟提高 能不能对他的 认知的程度 我觉得有 非常大的作用 对就像你讲的 这些大师的作品 其实都是真的是 特别顶级的作品 你要让他们 拿出来展览 你要没有一个 像样的艺术馆 搞不好收藏的人 也不愿意拿出来 这很简单 以前像比如说 我们在办 那个沈耀朱的 回顾展 这次展品 都是在他的家属手里 都保存几十年了 那么他们平常 也没有机会展出 因为你总不能到一个 很不专业的 也不能到人家里去看 也不能到人家 是是是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 标准的美术馆 来展出他的作品 我觉得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在硅谷 人家认为 这是一个 只有高科技的地方 是一个 没有性灵的地方 只有技术的地方 我觉得 如果有一个 很像样的美术馆 可以改变 人们的 硅谷的很多认识 所以你的 这个硅谷 亚洲艺术馆 现在达到 什么样的一个 水平 我们只能说 是一个 很不错的画廊 但是离美术馆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现在其实你已经 办过很多次的展览 你那边也有收藏 像张大千 这些作品 我们管理也一直在 买进比较优秀的 艺术品 而且这些艺术品 都是我们馆藏的 像纽克斯的很多作品 张大千的作品 还有他的大量的手稿 都是我们 馆藏的东西 那么我们一方面 也是像各个收藏家 那个 如果他们年纪大了 或者去世了 他需要转量 他的艺术作品的话 我们也是用 跟他们会谈烂 这个收购的价格问题 我们也会 作为我们长期的保存 供研究跟鉴赏用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这个艺术家来讲的话 更有意义 因为你在个人手里 就像你讲的 如果说这个 家人去世了 或者说这个 流落在别的地方 没有办法 很好的保管 而且没有办法 让更多的人欣赏到 对 我觉得任何艺术品 一样 如果一个优秀的艺术品 它永远比我们 个人要活得更久 我们都是过眼奄远而已 但是艺术品 它是永存的 它只是在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地方 会流传下去 所以哪怕你拥有 最好的艺术品 你永远都是一个 暂时的保管者 那么我们想 就是说很多的收藏家 他最后都会有这种意思 以前老子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叫圣爱比大费 多藏比厚望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东西 爱到骨子里边的话 有一天会让你 特别特别伤心 应该最伤心的 如果你收藏了 很多很多东西的话 有一天你就会感觉到 会丢掉很多很多东西 我觉得它这个里边 有很深的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我觉得不只是 艺术品可以套用在 很多的这种感受上面 所以我经常也是 安慰很多收藏家 他觉得他这个东西 根本他几十年 他都很喜欢 舍不得拿出来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 过眼 只是大家要把这个东西 能够精心的保护好 能够在真正 懂得见赏的人手里 让他在他们那里 发扬光大 那你现在怎么样 精心保护这些艺术品呢 你通常会怎么做 第一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长期成练的 我们都会去装非常好的框 那个框的玻璃 它都是用博物馆的玻璃 那一片玻璃 就要快上千美金了 非常贵的 因为他防紫外线 防潮啊 等等 另外一种的话 我们很多不装框的 我们就是封存在保险箱里 那么有专家来的话 我们大家打开看 对 因为通常有一些 感觉 感觉